感谢您购买LKEZ或LZ直引水机 这是RUS 它将为您展示如何安装您新购置的直引水机 要完成安装 您需要以下工具 手套 护目镜 铅笔 美工刀 卷尺 水平仪 电动螺丝刀 螺丝刀将是 加长杆 排污阀 以及多头螺丝刀 前期准备包括在放置直引水机的地方 装置电源插座 供水管道 以及排污下水口 请查阅产品说明书 以了解更多资讯 不是所有型号的产品都配有电源线 您可能需要单独购买 或联系当地的销售商 以获取更多选择 在安装开始前 请先关闭这一位置的水闸和电源 并遵循当地的下水管道 电力安装的标准规范 请查阅包装内随附的安装手册 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去除固定在直引水机后方挂墙支架上的螺丝 从地面到挂墙支架下方的安装孔之间 留出732毫米的距离 用螺丝通过挂墙支架下方中间的孔位将挂墙支架固定 螺丝请自配 检查并确认挂墙支架处于水平状态 之后用全部6个安装孔将挂墙支架安全地扣牢在墙上 挂墙支架必须安装在能够承重的墙面 如果墙体支撑力不够 则必须添加其他支持物 将直引水机放置在挂墙支架上 请确保挂墙支架与直引水机背后的插槽卡接牢固 去除位于直引水机底部锁定前方面板的4颗螺丝 将此面板向下直拉拆除 利用直引水机底部的螺栓孔 用两个螺丝和垫圈 这些部件请自配 将直引水机固定在墙上 请确保螺丝钉入墙体的可受力部位 连接供水管道 我们建议使用带有阀门的无度膜三分铜管来连接 该管不得从墙体突出超过76毫米 接着就可以安装排污阀了 将排污阀的螺帽止滑垫和密封橡胶垫片去除 然后连接到引水机的排废管上 确保排废管末端与排污阀相衔接 然后将螺帽止滑垫和垫片装入排污阀并拧紧 若您的直引水机配有净水滤芯LZ 将其从包装中取出 去除保护盖 将滤芯连接至滤芯卡座 并依顺时针方向旋紧 确保蓝色商标正向朝前 重新开启水源电源并与直引水机连接 检查直引水机是否漏水并酌情调整 按下推杆让水流动至喷水式引水口 若水因管道内有空气而出现建设现象 可在引水口上放置一个杯子 让水流回水盆等空气慢慢排净 出厂设置的标准出水高度 是在水压为35PSI 2.45公斤为标准的 如果您的工给压强不是这个数值 则必须对水流水平进行调整 可进行调整的螺丝 位于直引水机左方的推杆下方 向右旋转可提高水流喷射高度 反之向左 理想情况下水流可从引水口 喷至165毫米远处的水盆斜面 如果在压缩机循环周期结束后 仍出现连续的水流 可将冷却控制向左旋转四分之一 将之前卸下的面板 利用底部的四颗螺丝固定回直引水机 现在您可以随时享受冷饮用水了 感谢您购买LK直引水机 如果您有其他疑问 请查阅安装保养以及使用手册